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不能造新业 今天菩萨再三让我跟大家讲 不能造新业呀 旧业菩萨根据你们修行和忏悔的一些原理 可以帮你们去掉很多 但是造了新业 你就连旧业新业一起报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 但是他永远不偷了 没有人会说他是个贼 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 但是他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十年偷一次 人家就会说你从小偷到现在 你怎么改不了你这个毛病 所以我们学佛人过去做错的事情 永远不能再去重复的去造新业 否则你旧业未了 新业又造 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未来 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不能造新业 我们不能造新业